10月29号上午在四川和西藏交界的金沙江上游川藏河段 随着最后一车石料卸入龙口 正在建设中的又一个世界级工程 金沙江拉洼水电站成功实现大江截流 拉洼水电站装机容量200万千瓦 总投资309亿元人民币 是金沙江上游水电开发13级规划的第8级 据了解拉洼水电站截流龙口最大流速每秒11.3米 落差约9.4米 截流供需抛田石料近20万立方米 具有天然河道比降大 河床狭窄 截流落差大 河道流量大 流速高 抛田量大等特点 截流难度位居国内前列 河底下都是淤里 在流速很高的话 淤里很容易被冲走 看我们这里河国是很狭窄的 车辆人员设备的组织非常困难 我们截流这边有一个很大的难度 就是维艳 这个维艳打个比喻 就是相当于我们再把一个高楼建在一个嫩豆腐上 我们现在怎么解决它呢 用一个世界最深的碎石桩 把这个大概是五个足球场搭起来的一块嫩豆腐 厚度有24层的厚 把它的水呀 因为世界最深的碎石桩把它挤干 把嫩豆腐变成干豆腐 因为这个技术是全世界没有先例的 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游河段 鱼类资源丰富 在电站建设过程中 如何保护鱼类缠卵场 让鱼类顺利回游至水电站上游 成了拉洼电站开建之初思考的问题 拉洼电站将建设轨道式生鱼机 上行的鱼儿装坐电梯 下行的鱼儿将通过集运鱼系统安全过坝 239米的大坝 不再是回游鱼儿中不可预业的障碍 拉洼电站将依托叶巴滩电站增值放流站 将在2022年的7月开始第一次增值放流 以此后的每年定期放流 据了解拉洼水电站截流成功后 预计2026年7月底完成坝体填注 2026年11月水库开始蓄水 2027年6月底首批机组投产发电 2027年12月底实现全部机组投产发电 拉洼电站投产发电以后 预计多年平均发电量83.71度电 相当于节约245万吨标煤 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14万吨 对于减轻大气污染或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具起到了重要的作用